選舉的辯論他會有一個很重要的主軸 三方要釘出敵物 我覺得三個人裡面 柯文哲最清楚 他用藍的關心的議題來抨擊這個賴清德 對於柯文哲爭取藍的選票 這裡是有功勞的 侯友宜沒有抓到賴清德的語病 反而自己在這邊是一片空白很可惜 但是柯文哲抓到 今天這三場候選的表現 各有千秋對選票影響不大 因為其實扯平 就是侯友宜沒有想像中賴 那個賴清德沒有想像中的跋扈 那柯文哲沒有想像中的霸氣 選舉的辯論他會有一個很重要的主軸 我今天要訴求什麼樣的主軸 就是三方要釘出敵物 對對訴求什麼樣的主軸 我覺得三個人裡面柯文哲最清楚 除了說他要爭取藍的選票以外 他用藍的關心的議題來抨擊這個賴清德 比如問兩個問題就很清楚 第一個你卡管案呢 他很多議題是藍的選民關心的議題 所以對於柯文哲爭取藍的選票 這裡是有功勞的 今天的侯友宜在面對賴清德 談的那些什麼中華民國憲法 是侯友宜沒有抓到賴清德的語病 而且沒有做了很好的反擊 反而自己在這邊是一片空白很可惜 但是柯文哲抓到 你剛才說 中華民國 不是護國神山 對 雙方在攻擊護國神山 那個是賴清德的失誤 所以賴清德 失誤趕快發很多文宣說 我口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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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對 口誤人家講說 你心中就是這樣想的 對不對 侯友宜全程使用台語的比例未免過高 已經高到八成到九成了 我不是說本土化不好 而是他的台語用那麼多 而且他本身又有一個很奇怪的腔調 就他那個Q 我聽得懂台語 但我不能很有效率的聽懂 侯友宜的台語 這個我們在講國語的時候 有那種很通俗很平常的 用語跟語法 有事情在演講的時候 你不會這麼講 是有點像謝龍介 跟你溝通的時候 不會用古語的台語跟你溝通 侯友宜講的那個閩南語 他忘了一件事情 在演講時候的閩南語 不是日常生活的閩南語 不是日常生活的那個版本 那個版本你會發現 他用很多罪語 很多一件事情會拖了很久 那謝龍介那種演講的閩南語 是比較精煉的閩南語 坑腔有力 工商絕子語